我感受到了大家的力量 決心突破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超極限決心生存 這次我們決心加二了 這次也收到很多大家的支持 但是很可惜我的散運不太好 增加一點的最高生命值 那這樣子我們血量變多了 但是沒有辦法回血 我們還是需要自己回血才有辦法補滿 我們現在想要 去找紅蘑菇 怎麼好像天色暗了 我想要去找紅蘑菇做出這個可疑的燉湯 那我把蘑菇帶在身上好了 只要我們有另外一個紅蘑菇加上骨粉 我就可以無限做出燉湯了 所以呢只要有一個紅色 我們今後的血量就不用擔心啦 那 似乎要晚上沒有錯 然後我後來發現啊 我這個 篝火放在地上好像蠻危險的 因為我平常走過去就會燒到 然後我就會受傷 然後我就會蠢 蠢了扣半滴 所以我覺得不能放地上 這邊要放的話 大家說可能做個煙囪還不錯 我之後可能做個煙囪好了 可是我們需要挖點石頭 現在連石頭都沒有 因為我的現在直接變成金屬的時代了 我還是 下次再做吧 下次再做 我們先睡覺 然後我也想養貓耶 好想馴服貓喔 總之我們先補血 先補血再說 新的一天 GOGO 今天我們要去找紅蘑菇 那 記得大家好像說 上次 遠方有一個黑橡木樹林嗎 稍微找一下 這種好像 這好像不是耶 紅蘑菇 也可以在地獄找到 但是地獄 會不會有點小危險 不過其實不要遇到烈焰神 應該是還好 然後這個雛菇真的是長很多耶 這個好像用骨粉也可以撒出來 所以倒是不用擔心 對面樹林 這好像都是一般樹林耶 找一下喔 這邊就沙漠了 沙漠就沒了 有馬 好我們這裡可以騎馬 怎麼辦 嗯 再逛一下好了 從這邊再逛一下 找到地上岩漿 欸 地上岩漿湖耶 怎麼辦 難道只能叫我去做地獄嗎 叫我下地獄嗎 嗯 有岩漿湖 剛好有點適合耶 好啦 沒想到在極限生存的第三集 就要下地獄囉 這個發展我還真沒想到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 呵呵 我只是倒個水 啊啊啊 沒關係還有很多 把地獄門灌溉出來了 我們還插一個打火石 碎石沒了 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水邊剛好很多的礫石 OK 走吧 下地獄吧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 會不會遇到什麼意外 很怕意外啊 不小心來個EOE一發 沒彈到 沒彈到怎麼辦 來 地獄 極限 超極限 走 但是我目標是紅蘑菇 只要拿到一個紅蘑菇就散人 好不好 紅蘑菇紅蘑菇 應該沒事喔 欸 紅蘑菇在對面 有沒有更好找的 這邊有嗎 那個是火焰 有石英也可以順便拿耶 這裡的地獄 看起來還好 新的這個Skin 新的這個什麼 那個材質包好像 地獄感覺比較平滑耶 感覺之前的地獄好像比較粗嗎 這個看起來比較和矮一點 和矮是什麼 看起來是蠻好的 OK沒事沒事 這邊還可以挖石英賺經驗 欸好多喔 不過石英佔一半生存 沒用 啊可以做那個紅石 紅石感應器 我們知道要自動甘蔗 或是自動的竹子什麼的 這個還是需要的 然後 這邊也可以直接找到 這邊有一個洞耶 這邊也可以直接找到一般的蘑菇 那我們要拿的是紅蘑菇 遠方有 有小豬人耶 好 剛剛這裡是不是有 對面 哇 好吧我們去對面拿 哇 這還有附魔劍 沒事沒事我只是路過 不要有EOE吧 這邊路還挺空曠的 呃 墊腳石 給一個墊腳石 好 走人走人 有了 OK這邊收完 回家 回家 不要出 欸欸EOE的聲音聽到了 在哪裡 等一下喔 螢光石要不要順便拿 都來地獄了 哇可是那個螢光石好遠啊 螢光石在大馬路中央 大岩漢中央我不能去 哇 岩漢滿滿 有沒有比較近的螢光石勒 不行 這裡 有點危險 好 我還是 挖個石英然後回家吧 怎麼有一個豬人一直在我背後偷看 他一直偷看我在挖礦 好變態喔 趕快回家 好 螢光石 好像有點沒辦法 我剛剛怎麼來的這邊嗎 嗯 繞過去繞過去 我們這 洞 我們那個門不太好欸 這邊 這個空洞蠻多的 下面都是空的 有點糟糕 這個是大隻的嗎 不是 中間而已 好 這個還可以打 欸掉了 中間的就還好 OK 加減收集 這邊還有路欸 這邊怎麼辦 我就是 不 不那個 不見光柴不掉淚啊 就是還想探一下 好像這裡 陸地比較大一點 欸有 這邊有 好挖的螢光石 OK 都來了 不能 空手而回 不能 能拿就拿 多挖就挖 OKOK 這邊螢光石的材質也變這樣了耶 變得比較 也是比較平滑一點 好好好 就這樣吧 剩下的要找這種 凋零堡壘 找堡壘有點難 OK 蘑菇也 再拿一點 來 來了 都拿了 就拿吧 就拿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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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有EOE的聲音 不過 沒看到 可能在底下 好 回家 終於可以回家了 這樣 接下來我們的生活呢 就開心了 不要出意外的話 喔 看到EOE了 等一下 我的路是這裡嗎 等一下 EOE EOE 額頭 怎麼辦 呃 只能正面打架嗎 啊 我想回家 它那邊好像是我們的方向 讓我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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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像 穿 穿走了 有有有 測現在 它剛剛在哪裡 回家 好它飄下去了 趕快趕快快快快快快 喔 回來了 喔下雨了欸 喔沒事 安全和平 欸我的血量 不見了 我血量怎麼 不見了 好再 再重新帶上 欸 我們剛剛從地獄回來 血量會不見 好回家吧回家吧 我回家的路呢 啊 我的營火不見欸 回家的路好像是 這裡吧 這邊一直走 我們其實跑了一段距離了 有點遠 不過 啊現在晚上了 啊 晚上 哇哇哇哇哇哇 晚上又加下雨 我還是 先 做燉湯好了 可疑的燉湯 加上 雛菊 有了 這邊可以多做幾碗 做四碗 好好好 補血 一碗應該 啊我肚子沒餓 等一下讓我餓讓我餓 快餓快餓 我餓我餓 快點餓啊 我已經看到殭屍在前面了 快餓 不餓不能吃不能補血 奇怪我跳了老半天怎麼都不會餓啊 為什麼 壞掉了嗎 我肚子壞掉了 我怎麼跳老半天都不餓 等一下有苦力怕來了 我跳到苦力怕都來了 哎唷羊駝 隱形的羊駝 不是隱形的那個人 隱形商人 不要 隱形商人不要爆炸 等一下喔 等一下 商人沒事吧 啊 商人是不是爆炸了 剛剛有一個隱形的商人欸 羊駝被炸到上面去了 我知道要酸神了 哇 欸 羊駝 我 可是我好像不能馴服他們欸 羊駝 啊不過我可以牽著他們走欸 對 我可以把他們牽回家 欸羊駝 羊駝回家回家 跟我回家 呃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肚子一直不餓 一直不餓 我就很想喝 不能喝湯欸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這樣我只剩四滴血 要闖過這個下雨的夜晚嗎 呃 但是羊駝 羊駝應該不會幫我引到怪吧 怎麼辦 有骷弓 有兩隻骷弓 看一下喔 四隻骷弓 等一下 太多太多 一次出太多了吧 嗯 繞路一下 走走走走走 羊 欸羊駝線斷欸 啊我們要牽的話 這個速度不能太快 這邊小心的 有殭屍 好 一隻一隻來 沒有問題 一隻一隻來 讓我戰鬥 讓我2 嘿 OK 三刀 解決 我們現在力量有加2 對不對 其實我現在打架也是蠻痛的 剛剛有什麼聲音 喔 鱷駝的聲音 羊駝的聲音啊 嗯 呃 小殭屍 哇塞 這樣還可以空我半滴血 等一下喔 先不要 你要幹嘛 先不要 欸他動作有點 我羊頭會不會 啊會扛到羊頭了 欸羊頭不會吐我口水吧 我是在救你欸 唉唷他吐我口水啦 萬恩負義的傢伙 我怎麼還不餓啊 好還好只有半滴 還好我有盔甲 只是我盔甲值才一半 哇這邊 鼓勵怕好多喔 先閃先閃 好不能跑對不對 不能跑太快 哇 這片平原 要回去 喔終於餓了 趕快喝下去 可以頓它恢復效果7秒 7秒應該可以補很多 我們剛剛是 3滴半 2滴半 好好好 欸沒了喔 欸 才補一點點喔 只補一格半喔 欸 不是我恢復7秒 補那麼少 一格半 而且要肚子餓 我要等肚子餓才行 恩 好 慢慢挺進吧 呃女巫 女巫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吧 等等等等 苦力怕很多 等等等等 走走走走 村莊村莊村莊 我只能跳了 不管羊頭了啦 跳了啦 欸沒斷沒斷欸 有一隻斷了 這裡沒事 好 欸 它會跟著走欸 只要牽一隻就好了 牽一隻 它另外一隻就會跟著走 喔 它們會一起的一起的 好 牽一隻就好 走走走走走走 等一下這夜晚也太可怕了吧 這雨天 回來了回來了 安全了 欸 可是我還沒有插火把 村莊 不知道有沒有怎麼樣 回來了回來了 村莊村莊 沒事吧 鐵巨人站好遠啦 有沒有 欸 這裡都是洞 這個峽谷 我還沒有把它鋪好 我現在人走了 只有這座橋 好 我們這地形好危險喔 還好它們走路是蠻聰明的 沒事吧村莊 村莊看起來還好 我把它 先拴在我們家 拴在中這邊好了 看來村莊是沒什麼事 OK 好 他們應該就可以在這裡了 好欸 OK 村莊還好 趕快睡覺好了 先先睡一覺 先睡一覺 喔 這個冒險 今天出門 有點驚險 欸 晚上 欸 沒晚上嗎 暴雨 現在不是晚上喔 白天了喔 啊 我錯過了 現在應該還算 和平 好像算下雨 但是周邊沒有怪 啊 我們之後火把還是得 得準備一下欸 周圍村莊還是得差量 那 或是要把它圍住 可是村莊 它分得有點散 我有點想把它們家 就是 圍起來欸 欸 海上喔 海上 敵人會不會從海上來啊 這個家其實蠻分散的 喔 肚子餓了 耶 喝湯 我們現在 到底可以補多少呢 稍微確認一下 好像是 3 3滴 3滴 1顆半 好 只有補這樣 好 8 然後要等肚子餓 好啦 是沒有很多 但是就是 差不多是金蘋果的量了 金蘋果 補2滴 這個可以補1顆半 不錯了啦 這還不錯了啦 然後給我股粉 我現在要種個蘑菇 阿 現在股粉可以用這樣拿 還不錯啦 廢物再利用 蘑菇粉1個 然後骨頭 好 我現在把紅蘑菇跟這個普通蘑菇都先灑出來 來個蘑菇屋吧 蘑菇 欸 亮度太高是不是 欸我發現現在蘑菇有點麻煩欸 要種蘑菇的話 亮度要低一點 然後上面不能被陽光直射 那亮度太高它就會跳起來 而且 沒辦法種 這邊 你看這一格就沒辦法種了 我們要先這樣 然後這邊可以種 可是這樣我怎麼撒谷粉 這樣我撒谷粉怎麼會長大 嗯 對啊我如果上面打掉 它就會 跳起來 哇 欸 怎麼辦 一般的土壤沒有辦法 好像要種在菌絲土或是灰狼那種地形呢 蘑菇才可以種大型的 欸 雖然我們收集到但是 看來是沒辦法種 我們要找到那個新的土壤 菌絲土可能比較難找 灰狼的話 也算稀有欸 怎麼辦 我們現在目前可以做的還有四碗湯 大概可以讓我血量補到滿啦 但是 之後呢 可能還是只能在地獄收集蘑菇了 初期的話只能這樣了 那另外的方法呢 就是讓它自然生長 我們只能在地底挖一個蘑菇區 蘑菇區 然後讓它擴散 那 自然生長應該蠻慢的 我們就得挖一個地洞 然後讓它自然長大了 石頭上應該沒辦法種 欸 欸石頭上也還可以喔 這樣就不用挖掉了 好 我們就挖一個區 讓它自然擴散吧 反正就是放著它自己會長 噢噢村民 村民掉下來了 欸不是啊這個洞你也可以掉下來 哇怎麼辦這傢伙 就廢掉了 怎麼辦 還要幫他挖一個路上去 你 會上去嗎 等一下 你 會上去嗎 你幹嘛下來啦 啊 這裡要打掉 來來來跟著我來 對對對上去上去上去 對嘛你幹嘛亂下來 我先把這裡封住 太誇張了 這樣你還可以下得來 我這邊就種三朵好了 它也不能種太多吧 不然它也沒空間可以分散 這樣應該行 那 睡覺睡覺睡覺 話說這羊頭可以幹嘛 我帶回來是帶回來但是 欸殭屍在外面了 這會破門的喔 這是困難模式 先睡覺先睡覺 哪來的啊 不對我現在沒插火把 其實都會有殭屍的 欸 我附近有怪物 等一下 啊來了 怎麼在裡面 欸不是我家有差量 欸 怎麼生在我家 欸 不是吧 不是吧 雖然是困難但是 也不能在我家生出來啊 你很近 太近了太近了 好 等一下村莊旁邊有欸 哦哭過好多哦 突突突突躲啊 等等喔 趕快 現在應該可以睡吧 趕快到晚上 喔可以阿 這邊還可以睡 等一下喔 村莊不能滅欸 村莊別滅啦 鐵巨人做事阿 鐵巨人揍牠 對對對我去收屍 應該沒村民沒被咬到吧 我可以補血的 村民來了 不是 僵屍來了 好 欸咻 喔咻 好,沒事沒事 村民 村民快跑 其實新版本的村民跑蠻快的啦 應該是,唉呦 哭弓 村民應該是跑蠻快的 可惡,還有中半滴 沒事沒事 可以補血 現在村民一般來說應該是 除非他是被很多人追 不然應該是 跑得掉 好,沒事沒事,安全 村民都還在 這個,啊這是傻蛋 好,唉那邊還有骷弓在乘涼啊 那兩隻骷弓好愜意啊 我的貓咪去咬他 貓咪 好,去解決他們 來啊 有種出來啊 喔呦,一個轉頭 咦,另外一隻咧 在這裡 給我骨頭 好,沒事 沒事齁 好,村莊和平 哇塑我剛剛打殭屍居然打到馬鈴薯耶 這邊來改做馬鈴薯好了 馬鈴薯我比較好一點 大村民要種的話 嗯,這個種子會 塞滿他們背包 所以這些 收起來 其實小麥 還好,不太會用到 收收收收收收 我們 其實A村莊的小麥就夠了耶 用不完 這些主要是拿來去換錢 做麵包 做蛋糕 其實,可是我們生存也不需要做蛋糕 但是這兩個村民呢 都不能用馬鈴薯換錢 所以我打算把他的職業先打掉 這邊可以洗這個村民的交易 就是 你把這個直接打掉 他們會變無業遊民 然後再放出來 然後他們交易就會更新 這邊,喔好貴喔 這馬鈴薯好貴喔 再換一個 我們看能不能洗到馬鈴薯少一點的 喔好,怎麼都要26個啊 馬鈴薯 沒有再少一點的嗎 26個,欸真的耶 都固定的喔 這樣我們之後只能看 有沒有英雄 英雄 欸好像固定的耶 現在沒有浮動值了嗎 之前是有浮動值的 現在都 好像固定起來了 好吧,都是26個 要蓋煙囪的話 我們現在家裡可能要調整一下位置耶 我把這個門 換個方向好了 這個角落可能蓋煙囪比較適合 那我們來做個那個切石機 切石機切起來 這個應該對我們那個石頭的造型應該比較方便 來囉,切石機,鵝卵石 啊,這個只有 我們可能要先燒成石頭耶 這邊只要把石頭再拿去燒 然後就可以得到平滑的石頭了 那這個再來切石的話呢 欸,只剩下扁的喔 蓋了才發現平滑石頭有點沒那麼好看耶 蓋在這個煙囪上 好像沒那麼適合 我決定換一個材質 我們先把它往外擴 然後用石磚好了啦 石磚蓋 這樣,往外擴散 這邊可能要晚上拉 那前面呢我想說用這個先擋住好了 之後想說要不要用鐵柵欄 鐵柵欄用 那這邊還可以烤肉嘛 之後生肉就放這邊烤 這樣 中間不能擋住 因為煙會卡在裡面 所以只能這樣往上蓋了 OK,煙囪總算蓋好了 這樣子還不錯 結果這個平滑的石頭完全沒用到 不曉得它用在哪邊比較好看 石磚還是比較順眼耶 那這邊應該好好圍住 然後烤肉呢 這邊可以烤八塊肉 總之那個肉也不會燒掉 所以應該沒什麼問題 中間有洞可以讓它通上去 那煙囪桿在頭頂上是這樣的 延伸出來到一個屋頂 它是外面有一塊 那個地基可能也要用石頭蓋會比較好 總之 煙弄得很高 我把下面特別換成這個煙草捆 不是煙草捆 乾草捆 總之現在煙很高 所以從外面看應該蠻明顯的 從遠方應該就可以看得到了 還不錯 好的,大概就這樣吧 今天呢算是恢復血量為主 總之血量已經補很多了 只是我們現在的紅蘑菇 用光了 只剩下地底的那一個 我想說如果我們要撒果粉的話 可能要蓋一個那個什麼 溫室 陰暗的溫室 欸,有生出來耶 有生一個耶 多一個 這個 這一個 量很少耶 這邊量蠻少的 要擴散其實蠻慢的 看來是挺慢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超極限決心生存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這邊還可以再補下去 吃完之後我的血量就可以 補滿10滴血了 10顆愛心 然後我們今天新增了一滴血 這個還補不回來 好,我先留著好了 這邊 如果再喝的話 會虧半滴血 總之呢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下一次呢 希望還有辦法再增加什麼能力呢 總之就請大家多多支持這個系列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